快到圣诞节了 我们今天来到维多利亚女王大厦 吃个bread吃 并且呢带重重来看看这里的圣诞树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QAB呢 是悉尼的重要地标 这座罗曼复兴式建筑在1898年建成 但因历史原因呢 曾被废弃而几乎被拆除 直到阶级20世纪末 才由马来西亚划伤修肿恢复了原貌 尤其在2009年的时候 QAB被斥资了3400万大幅翻新 现在呢 它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下属的 仪宝公司旗下的商场了 这座大厦最初的设计师呢 是苏格兰人George McCartney 当初的议会最终选定了 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罗曼复兴式设计 兼有西罗马及拜占庭建筑的特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规范的框架 厚重的石墙和半圆形的拱门 还有精美的玻璃窗 以及这种装饰性的拱廊 其实呢 今天我本来想去QAB最著名的Tea Room 那里比较华丽啊 可惜呢 今年都订满了 所以呢 我们来到楼下的The Palace Tea Room 来品尝一下英式下午茶 很多人会误把英式下午茶叫做High Tea 但其实呢 真正的High Tea是工人们下班之后 用来补充体力的快餐 他们一般坐在比较高的餐桌和椅子上 吃一些土豆啊 三明治什么的 快吃快走 而真正的贵族下午茶呢 一般在三四点开始 他们会选择一些舒适低矮的椅子和茶几 配上漂亮的茶具 三五好友边吃边聊 但是现在也没那么讲究了 通俗的来讲 你管下午茶叫High Tea也是没有问题的 下午茶的标配呢 一般是三层 那它下面会有三明治啊 四康饼啊 上面还有些小甜品 但是其实比较花而不实啊 一套一个人就要六十刀 那我今天点了比较物昧价廉的德文菌茶 就是包括了一个红茶 还有两个四康饼 果酱和奶油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有点像咱们北方的窝窝头 但是呢 加了鸡蛋和奶油 所以比较味道浓厚 茶饮呢 我们点了Vanilla Paris 这是一款调味茶 就是像香水一样 它会由不同的配料搭配出了层次 它的底呢 是大吉林和西兰红茶 然后呢 加了一些黑加仑干啊 还有柠檬和姜草 作为调味 我是很喜欢啦 大家以后也可以试试 当然它的菜单有特别多的选择 另外我们还点了个传统的早餐 Egg Spanty Date 底下呢是英式的Muffin 上面有两个糖心水波蛋 另外还加上了一些荷兰酱 有点呢 像西方的鸡蛋灌饼 西尼大部分的咖啡呢 都会有这种给小朋友的babycino 其实一听名字就是cappuccino 都是奶泡啊 然后喝起来很香浓 其实咖啡啊 就只有一点点 这样重重也能享受 跟我们一起喝咖啡的乐趣了 大家如果看过The Crown的话 里面有个gentleman lunch club 其实呢 QVB的茶室 也是西尼最早期女性参政者的聚集地 1902年 一群有理想的女性 成功地为澳洲女性 争取到了公民投票权 另外很有特色呢 是这里有一座百年的电梯 非常的有欧式风格 还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的升降 我记得以前在意大利做过一种 还需要自己推开门的电梯 当时还觉得有点恐怖 不过呢QVB这个已经做过翻新了 里面还是很现代化的 想逛潮牌 还要吃一些当地美食呢 建议去QVB的楼下 那顶楼呢 我强烈建议来逛一逛 因为这里有莱卡相机店 还有不少古董时钟珠宝店 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店 那这里也收藏了一些 关于女王的绘画 据说呢这里面有了一封 他在1986年写的手稿 收件人是悉尼的全体居民 他要等到2085年 100年以后才会拆封 到时候呢 将由悉尼市长宣读给大家听咯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去The Galarist的乌银良品 去买东西 然后顺便吃个饱饱的午餐 哎 说实话 这个上流社会的这些high tea啊 什么的 就只是体验一下 其实完全吃不饱了